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 如果疫情沒有反彈並呈下降趨勢 下月21日起分三個月三階段 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她指出本港目前疫情仍然嚴峻 抗疫工作需繼續堅持不懈 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將延續至下月20日 不會提早放寬 但若疫情不反彈 兼且有下降趨勢 將於4月21日起分三階段逐步放寬措施 首階段重開健身中心及體育廁所 酒吧繼續關閉 限聚令和食市每台人數放寬至4人 晚室堂食放寬至晚上10時 第二階段基本上所有表列廁所重新開放 重開泳池和泳攤 限聚令和食市每台人數放寬至8人 晚室堂食放寬至晚上12時 酒吧亦可以復業 市民到郊野公園或戶外運動時 可不戴口罩 第三階段基本上社交距離全面放寬 但便會繼續執行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症 口罩令和限聚令亦會維持